下一节我们讲到这个RI四处滤波器的直级一型 直级二型结构 接下来我们介绍级连性结构 那么 把这个系统函数 RI四处滤波器的系统函数 而零级别英式分解 我们把这个系统函数HD 它的分子分母都是B的多相式 这么一个流理英式 那么我这个B的多相式 我总是可以对它进行一阶英式分解 对它进行一阶的英式分解 那么当它在实数根的时候 就是这个PK和CK 是这个B多相式的实数根 对吧 那么它就分成这样子一阶英式 那么它也有可能是不是实数根 就是复数根 那么复数根它必然是供额存对出现的 供额存对出现的 那么因此这个QK和QK的供额 那么这样一倍是它的供额 就是其他的根 波数根 那么是这种形式 那么这个分子几是一个N阶的多相式 那么总是可以分解成这个K从1到N1 这个这种的一阶的英式 或者呢K从1到N2 这种就是供额根成对的这种英式 那么分子呢 这个N阶的 N阶的这个多相式同样的也可以这样子分解 那么其中这个M呢 是等于M1加上2M2 因为这个M阶的多相式 因此它总共有M的根 那么这个M1 这个K1到M1呢 它总共有M1个这种实数根 那么K1到M2呢 它总共有M2对辅数根 M2对辅数根 因此呢 这个M呢 是等于M1加M2 那么同样的 这个M呢 是等于M1加上两倍M2 那么其中这个A呢 是常数 是这个常数 是分子对分母的这个 就是分子分母规划的 以后选成了一个常数A 那么其中这个PK和CK呢 分别是实数的零点和几点 这个PK是实数零点 CK呢 是实数几点 那么这个QK和QK的共误呢 是复数 复共误零点 这个DK和DK共误呢 是复共误几点 复共误几点 这个是零几点 把它分解成这样子的一种 一间因式 那么把它这样子分解成一间因素以后呢 因为这种复数跟 就是说复共误零几点 这个QK和QK共误 DK和DK共误 它是一个复数 它是一个复数 那么这种复数呢 我们可以通过把它俩合并 就把这个共误存对的这个零几点 然后给它合并成一个二间因式 因为复数系数呢 不方便 复数系数因为它有实部有虚部 它存储去要再有两个存储去 那么因素就对它这些因素也不方便 因此呢 我把这个一间因素 复共误成对的这个一间因素呢 把它交换成一个二间因素 把它交换成二间因素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非次密的二间因素 那么它的系数呢 就肯定是一个实数 肯定是一个实数 那么也就是说 把对我成对的复数 组合成一个二间多项系数 它就是实数 那么同时呢 为了就是说 整个结构 整个结构的这个 就是说 模块化 然后大家就说 特别是就是为了十分 十分多路非用的时候 我们采用相同的组网络结构 就是为了这个组网络结构相同 因此呢 我们把这个实数跟了实数的连接点 我也给它转换成二间多项系 它就是实数的一间多项系的那种 我又把它转换成二间多项系 那么就两个实数变成一个二间多项系 就是为了采用相同结构的组网络 也叫两个实零结 结点组合成一个二阶多项系 那么就形成这样子的一种形式 那就是分子分子分母 都是自己的二阶多项系 那么这种二阶多项系的 这种连层的形式 那么每一个这种分子分母 组合成一个二阶多项系 我表示成一个组系统 一个组网络结构 HG HKG K总012 这样子 那么这是结构的成绩 那么就是这个XG 而且另外一个系统A 那么当这个M等于M的时候 分子分母接触一样的时候 总共有这个K 就是这个HKG HKG 它总共有二分子N加一 就是N加一除以二取它的整数 这个我表示是这样子 就是N加一除以二它的取整数 总共有这么多结 这种子网络结构 比如说N等于3的时候 那么3加1除以2等于2 这总共有两结 2两结 那么N等于5的时候呢 而不是N等于4的时候呢 4加1等于5除以2 那么它是5除2等于2.5了 那么它也还是等于两结 它等于2 这个0点是基数的时候 就是这个M 这个0点就是分子多相识 因为是分子也完了以后 它总共有M个0点嘛 当这个0点是基数个的时候 那么每人就说 它是因为两个两个配成一个 这个两个两个配成一个二结多相识 那么它在基数的时候 那么总有一个没有一个实数根 实数的0点 实数0点 它没有配对 那么也就是说 它还有一个一结多相识 那么也就是说 其中一个β2k是等于0 β2k等于0 那么当这个基点为基数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 它的基点两个两个配成二结多相识 那么总有一个没有配对 还是一个一结多相识 那么也就有一个α2k等于0 α2k等于0 那么这个是一个标准的二结解 二结多相识 分子分母都是二结多相识 那么这样子的一种网络结构呢 我们称它是二结基本解 二结基本解 那么当这个β2k α2k等于0的时候呢 它只有一结音识 就是分子分母都是一结多相识 那么这样子的这种结构呢 我们称它是一结基本解 比如说这个结构 这个就是一结基本解 这个是二结基本解 就是说当这个某一个β2k α2k等于0的时候 那么只存在α1和β1 那么也就是说它是一结基本解 就只有一次延时 一次延时 然后它的反科是 反正一减去 α1k对负一次方 这个是标准是一减去四根嘛 是吧 是标准是这个系数是α1k 因此这里是α系数是α 那么这个分子是一加上β 就负一次方 那么因此这里是1 这里是β 那么当然二结基本解 是整个16的 这几个不等于 不不为0 那么这个分子 这个是反对之路的 对吧 实践是任几点的 这个α1k α2k是系数 α1α2 那么这个分子熟悉数是1β1β2 那么这个是1 这个是β1 这个β2 这是二结基本解 这是一结基本解 好 那么这样子一个系统海数 我给它分解成这样子一种 就是说二结基本解的连层的形式 也就是在一种二级组网络的接连的形式 那么也就形成这个整个系统 是这样子一种结构 是吧 h1z 接连h1 就一直到这个h 它总能用2分子n加1的整 去整数 这这么多个结 它纸网络 这么多级纸网络的这个接连 就直连结构 那么当这个n等于 n等于n等于6的时候 那就6接的ris 阿阿六伯器的这个接连结构 就是有三个二级基本解 三个二级基本解积累形成 那么这个是六接阿阿就是六伯器的这种接连结构 那么这种接连结构 它总共有多少种可能呢 这个总可能呢 因为这个 它按摩一按的时候 这个二级因子特别方式有2分子n加1 这个整数的阶层总 因为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因为这个系统函数 对吧 这个系统函数分子分母 都是这个多相续 我把它一阶因子分解 一阶因子分解 它总共有这个6个一阶因子 因为那么有6个零几点 对吧 比如说分子有6个零点 丘母有6个几点 那么每两个几点配成一对二阶因子呢 两个几点配成一对二阶因子呢 两个几点配成一对二阶因子呢 那么这个就是说 我们从这个数字来说 这个儿子 就是说 它的这个零点 两个零点配成一个 要给一个分子的二阶多相式 两个几点配成一个分母的二阶多相式 那么这个呢 是有时候是确定的 因为它共有成对的 共有成对的那个 一定要是配成 配成这个二阶多相式 配成一个二阶多相式 那么时数的时候呢 就是说时数根的时候 那么它承担了一些配对的问题 对吧 承担了一些配对的问题 就是说那两个几点配成一对 那么这个呢 因为不好统计 因为它是 嗯不知道是多少个是共有成对的 多少个是一个时数根的 对吧 那么但是呢 它还有一种推定形式 就是这两 这个多相式 啊 就是这个多相式和这个多相式配成对 那么我这个多相式也可以 因为它不是连成的 对吧 这个这样一个分子分母都是一个二阶多相式 然后再乘上一个分子分母都是二阶多相式 那么 它和它可以配成一个二阶阶 但是那我这一块 我同样是和这点一个 那因为那这个乘上这样子一个 再乘上一个 那么这个我们和它下一个这个节的分分子 我也可以配成一个对吧 或者我下一节的这个分母和这个这一节的分子 我也可以配成一个 啊 不一定要这一节这个分子分母配对 我这个分母和那个那个节的这个分子配对也可以的 那么这种配对方式总共有多少种呢 总共有这个二分之N加一啊 然后去整数的阶层种啊 那么还有呢这个基连啊 基连就是说这个基本节放在前面 这个基本节放在中间 这个基本也放在后面 对吧 那么但是我这个节我可以放在前面 这个节我也可以放后面 那么这种就基连的次序 它总共有多少种呢 它同样的 二阶基本节的这个排列次序呢 有二分之N加一整数 啊去整数的阶层种啊 就是它放在前面 它两家花出去一种 对吧 那么呃 它放在中间来啊 它放到前面去也是一种 对吧 那么呃 它的前面 它到最后 它到中间也是一种 等等等等 啊 总共有这么多种 那么也就是说 它有很 每一个基连 这个基连机构 它不是唯一的 它可以有很多种这种呃 对的方 对对的方式 排序的方式 那么这里呢 实际上也存在着一个 优化的问题 优化的问题 啊 那么这个基本性的特点 有哪些呢 第一个 啊 调整系数 β1kβ2k 能单独调整路波器的 Bk对0点 而不影响其他零指点 啊 因为我们从 嗯 直接直接 从这个基本节来 从这个节来看 这是一个分子分比多相似 对吧 分子分比多相似 这个二节多相似 决定的是一个一对零点 这个二节多相似 是一对几点 那么这两个系数 决定的是一对几点 这两个系数 决定的是一对零点 嗯 那么如果单独调整 这两个系数 那么指数影响 这两 这一个零几点 才从这两个系数 只影响这一对零点 而不会影响到其他的零指点 啊 不像直接形结构 我调整一个系数 我影响到全部零指点 啊 全部这个调整一个 A 影响所有零指点 调整一个B 影响所有零点 对吧 那么像这个调整一对 啊 就是技术 β1kβ2k 它能单独调整 密波器的 dk的 这个零点 而不影响其他零指点 那么调整这个系数 R1k R2k能单独调整 密波器的dk的指点 而不影响其他的零指点 啊 不影响其他的零指点 好 那么这样子呢 有利于调整 这个密波器频率响应性能 对吧 因为密波器的频率响应性能 是由零指点 来 零指点的 呃 就是它的性能 是由零指点来 去 来去定的 对吧 我们前面介绍过频率响应 它的起合确定法 就是利用这个零指点的分布 啊 零指点的这个位置 啊 影响了这个频率响应 它的这个曲线 突风R5点的位置 与深度 对吧 那么 也就是零指点 它是影响频率响应的 好 那么它第二个点 特点呢 它印象的累积物 它交响 它印象的累积物 因为它是呃 几个呃 直往的结构 对吧 一个二阶阶 一个一个二阶阶 它的这个军联 啊 那么每一个集结的 这个误差 啊 每一个结它的顺持下来的这个误差 就是说 这个结构 啊 比如说这个啊 就是 它总共是原始两位 总共也是两位 那么它这个累积误差 总共就两次的累积误差 这个也是只有两次 这个两次 那么比这个直结型的多次的 这个N阶 N阶或者N阶的这个累积 就小多了 啊 就是累积误差 比比这个直结型要小 哈 那么 还有拿它具有最小的层处去 啊 具有最小的层处去 因为它是呃 一个二阶 呃 只有个二阶基本阶 对吧 一个二阶基本阶 它只需要 呃 呃 乘除 四个系数 二阶就要乘除 四个系数 好 那么这是G连形 接下来 你介绍定连形 把刚才我们因时分解的 这个 HG呢 我可以展开成部分分式 把它展开成部分分式 到M 往往这个 利波器呢 M是小一等于N的 啊 那么这种形式呢 我们把它展开成部分分式 是这样子的一个常数 机灵项 然后呢 这种的一阶一阶阶的啊 是 还有呢 这种二阶阶的 就是说它成过层对的这个 连击点这种形式 那么才是我把它弄成是一个二阶基本阶的 那么展开了 啊 那么其中同样的这个N啊 得以N1加上2N 啊 啊 N1加上2N啊 那么 对吧 同样的我把它 组合成这个 实际数二阶多相式的显示 因为这个 这是二阶的显示 这是一阶的显示 对吧 二阶大概直接就已经 就是说 嗯 他他这个里面 因为是一个共我成对的复数根 对吧 共我成对的这个 呃 复数根 所以呢 我把它组合成这个二阶多相式 二阶多相式的系数都是实数 那么为了这个 这个 结构的这个 为了结构相同呢 我把这个实数的 啊 实数的这个 实数根的这个一阶多相式呢 两个一阶多相式 可以组合成一个二阶多相式 那么总会形成这样子的一种结构 啊 就是 这样子的一种结构 一个系 常数像基0 然后加上呢 这种二阶基本结 好 二阶多相式 他的一种 网络结构 啊 组网络结构 啊 那么可以从一到 二分子N加一的整数 整数个 啊 总会有这么多个 二阶级 那么也就是说 把它组合成 这种 HKD 这种子系统的 定年 啊 它相加 啊 一个个相加 啊 那么 当这个N是基数的时候呢 啊 那A基数的时候 因为它有 啊 极点是基数格 啊 极点是基数格 那么总有一个极点 它不能组合 跟二阶多相式 啊 因为两个两个组合 组合 两个两个组合 那么它是基数格的时候呢 总有一个洛比亚 所以呢 总有一个α2K 啊 α2K 和这个γ1K α2K 和γ1K 它等于0 好 这是 嗯 定年结构 那么这样子一个结构 啊 我用 这样子的一种结构图 来描述它 对吧 这个I就是KV3 啊 那么K2 K1到2分子N加1 那么就K2 2到2分子N加1 z 啊 那么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常数项 好 这里没有画进去 再有个G0这个常数项 那么也是定年进去常数项 啊 那么它的这个基本节呢 啊 啊 这个是它的二绝基本节 就是 你要说这个表达式的 啊 这个二绝多项是 这个它的基本节 啊 这个系数1-去α1K-去α2-1 它这系数是α1α2 那么它的分子呢 是γ0加上γ1 啊 那么就是γ0加上γ1 这个是它的二绝基本节 那么当然这个 N是基数的时候呢 就是说它 就有一个α2K和γ1K等于0 那么也就是形成一个一阶基本节 一阶基本节呢 它只有一个系数 r法 它只有一个系数r法 哈 那么可能这个还有一个系数γ0 对吧 那么这个γ0呢 它可以归 归到 哦 这个应该 哦 这里应该有个γ0 啊 这里应该有一个γ0 这个书上有错了 我这个 这个图上也错 这应该有一个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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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这个才是一绝基本节 啊 那么这 这个图它少一个G0 这个图呢 它少一个γ0 啊 就有一个γ0 好 那么 然后呢 这个 我们举个例子 一个三阶的一个阿尼波器的 它正元性结构啊 因为N等于3 那么它有一个二阶阶和一个一阶阶组成啊 一个二阶阶和一个阶阶 还有一个常数项啊 啊 那么这个才是一个这个标准的这个阿尼波器 那么一个常数项G0 然后一个基本 一阶基本节 那么就α11 和这个γ011 组成了一个基本节 然后呢 这个α12 α22 和这个γ02 啊 γ12 组成了这个二阶基本节 啊 这样子是一个 并年型结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并年型结构的特点 啊 那么同样的通过调整系数α1k和α2k呢 可以单独调整一个基点的位置 对吧 因为α1k和α2k是影响这个 是 影响这个 是决定了这个基点的 对吧 我们把这个原来的这个一阶阶是 就是说 支联的 我们从支联型结构 把这个联程的一阶阶阶组 对吧 把它进行部分分式分解的话呢 那么它这个分母呢 它是 就原来的这个一阶阶是一个个 变成相加 对吧 那么这个α1k和α2k 还是决定了一阶指点的 因此呢 调整这个最德式数呢 它可以调整 单独调整一阶零点 那么但是呢 它不能单独调整一阶零点 啊 它可以调整一阶指点 但是不能单独调整一阶零点 因为这个γ0k和γ1k呢 它与这个零点的关系并不密切 不像这个G0型它的分母 分子多相似 这个β1k β2k呢 它就是决定了一阶零点的位置 啊 而这个γ和零点的位置 啊 零点的关系不密切 所以呢 不能单独调整零点 啊 它只能单独调整这个极点 啊 只能单独调整极点 那么呃 比如说模式系统 我需要这个控制 它这个传输零点 对吧 那么就不适合用这种 并连性结构 啊 就是要真的控制这个传输零点的时候 我就不能用这个并连性结构 好 那么 第二个特点呢 这个并连性结构的 这个基本质的误差互相不影响 因此呢 影响误差最小 啊 影响误差最小 因为它这个每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 本身这个结构的误差有影响 但是这个结构的误差 这个结构误差不会有影响 啊 那么每个结构 因为它是双加 所以呢 不会 这个结构和这个结构 互相不会累积 啊 不会累积 那基本型呢 它还有一些累积 因为前面一个极 它是一个一个极一个极的极连 因此前面极还会影响到后面极 啊 那么并连性的这个误差呢 是最小的 那么第三点呢 它可以同时对输入信号进行运算 因此呢 运算速度最高 啊 因为这个输入啊 这个输入 我同时从这个支路 这个支路 这个支路 我同时对它这个输入进行运算 那么直接 然后进算吧 并连 就是要并行处理 然后这个相加了 我们得到输出 那么这个人呢 还有一级一级一级运算 啊 就输入 先做第一级运算 然后呢 再到第二级 得到第三级 它只能这样串行 那么这个并连性结构呢 可以并行处理 因此呢 它是这个 运算速度是最高的 啊 这个是并连性结构的特点 啊 并连性结构的特点 好 那么 啊 除了这个 啊 上面讲到的这些四种 基本结构 啊 就是我们讲到这个 八二四肢磁波器 它有直觉一型 直觉二型 啊 也叫典范型 金连型 并连型 这么四种结构 那么 还可以有其他的一些结构 啊 那么 啊 比如说呢 它是可以通过转制定理 就是流出转制 啊 就可以得到其他结构 那么 怎么是转制定理呢 就是说 把原来网络中所有之路方向 倒转 并且呢 将输入XN和输出YN相互交换 那么 它的系统函数不变 啊 HJ不改变 啊 那么这个呢 是转制定理 那么我们来看这什么意思 比如说这个 这是一个直接二型结构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介绍过的 这是一个直接二型结构 前面一块实现的是 这个结构的几点 这块实现的是这个结构的零点 对吧 那么我把这个结构 我把所有的支路方向 倒转 就是我把这个这个支路方向是要从右的 那么我把它转换了从左 那么这条支路 这些支路都是向上的 那么我全部把它向下 那么这个呢 向下的 我全部让它向上 对吧 啊 这边 这边向上 我让它向下 等等 我把每个支路的方向倒转 然后呢 加上X和Y 啊 就把Y放在这边 X放在这边 那么它的系统函数不变 啊 把它的系统函数不改变 啊 那么 嗯 习惯上呢 我们总是把这个X 上在前面 Y放在后面 那么因此呢 我把这个整个翻个格 啊 把这个X 那边把这个X放在前面 Y放在后面呢 我把这个 啊 那我这个 我已经转置了 对吧 把点换型的结构的转置 X的这边 Y的这边方向都区翻了 那么然后呢 把这个X放在这边 Y放在那边去 那么就是把整个这个结构 翻一个格 啊 就是把这个翻一个格翻过来 X的这边 Y的这边 那么形成的这个呢 就是啊 啊 这个转置结构 这个点方形结构的转置结构 啊 是这样子的 哈 哈 那么啊 啊 最后我们举一个例子 啊 举一个例子 啊 啊 转到这个转置结构 那么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演示也可以 呃 转置 啊 看这里 好 比如说这样子一个 这是一个点方形结构 啊 那么我要对它进行转置 进行转置 怎么转置呢 就是说 我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直路的方向区翻 现在这个是蓝颜色的 对吧 这个箭头方向 这个往右 这个往上 这个往下 这个往下 那么然后呢 我对它把这个去反 啊 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直路方向去反 那么变成红颜色的 对吧 往左 往下 往上 对吧 那么然后呢 我把它 Y和X交换位置 那么这个就是转置完了的这个 哈 转置完了的这个结构 那么习惯上呢 把X放在这边 Y放在右边 那么整个把它翻一个格 啊 嗯 就是这个 这个结构 那这是转置结构 好 那么 咱们举这个例子 那一个RI数字力波器 它的擦分方程呢 啊 是这么一个擦分方程 它是呃 树论啊 组织原始 乘在细数相下 树出 重置原始 乘在细数相下 啊 这是一个RI数字力波器 用4种基本结构实现这个他分方程 好,那么,首先我用直接一行 对这个差分方程 我现在是这个差分方程 我们差分方程也可以直接把这个系统结构写出来 那么,因为后面要用到这个系统函数 因为求这个积累型和变连型都要用到系统函数 所以呢,我还是用这个系统函数的形式来写 我首先把它系统函数求出来 我对这个HJ,这个差分方程两边取写变化 然后得到它的系统函数 HJ呢,是Y除以XJ 那么,然后它是这样子一个结构 这是它的系统函数 那么,有这样子的系统函数 我可以把它的这个 直接一选,直接就画出来 因为我们看这个分母,它已经可以画了 它是一减去这个系统乘上J的 复K字方这种形式,对吧 那么,它已经规意化 那么,分子呢 就系统乘上J的复密次方这种形式 那么,我们看直接一行结构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分子 对吧,实现零点前面一块 就是说输入的足迹延时 输入的足迹延时 然后呢,抽头 成在它的系统 那么,第一个没有延时之前它是8 这个系统 然后呢,一次延时它系统是-4 再一次延时 哦,这个尖头 哦,这个尖头反了 这两个尖头反了 这两个尖头花反了 哦,这两个尖头花反了 这个结构有一些问题 这两个尖头花反了 那么,这个是8 这个是-4 这个是11 这个是-2 这样子 那么,这是这一块结构 那么,这个呢 是输出 输出的延时 然后,那么它是足迹延时 然后它的系统 延时意味 它的系统是四分之五 它就是一减轻 系统乘上J的 因此这个系统是四分之五 那么,这延时意味呢 它的系统是-4分之三 因为它是一减轻的形式 因此这里是减-4分之三 所以,这个系统是-4分之三 那么,这个呢 是八分之一 所以,这个输出的延时 然后乘上系统 然后相加 输入的延时乘上系统相加 那么,然后再到YN 那么,这个结构呢 这个有点错误 这个,这个 箭头应该往右 这个箭头应该往右 那么,这个地方呢 那么,这个箭头应该往左 这个箭头应该往左 这个箭头应该往左 就这四个错误 好,这是直接一型结构 那么,再来看这个点范型结构 点范型结构 那么,就是把这两块交换次序 然后合并 然后,把这两块交换位置 然后,交换位置 然后合并起来 那么,把这一块 把这个原始在中间 对吧 然后,把这一块系统画的右边来 对吧 然后,把这块系统放在左边 那么,这个结构是对的 这个箭头都画对的 就是点范型结构 好,接下来我们看纪念型结构 把这个HG因式分解 把这个HG因式分解 那么,这个系统函数 开始分子分母 都对它进行因式分解 它都对它进行因式分解 分解成一个分解成二阶基本结的形式 分解成二阶基本结的形式 但是呢,因为它是一个三阶的 所以呢,它总有一个一阶基本结成在 有一个一阶基本结的形式 那么,形成这样子一种 那么,然后呢,我对它 这里我要对它分子 我对它规一规一化 因为,我写成这种标准的基本结的形式 因为,之前选的这个标准的形式是 一加上β,β1k乘上这个负一次方 再上β2k乘上这个负二次方 对吧?那么,然后,钢母呢 是一减去α 一减去α1k乘上负的负一次方 再减去α2k乘上负的负二次方 这种形式 因此,我把这个分子呢,都多了规一化 那么,就出了一个系数A 那么,这样子呢,得到这个极略线结构呢 是这样子的 好,这个A,我做了一个,一个 放在这里也行,放在最后也可以 所以,它总是一个,一个结吧 一个结 那么,相当于这个常数系数是8 那么,然后这块 那这块,我做一个基本结 一阶基本结,那么它是 这个,它的系数是四分之一 它有一点去的形式,所以系数是四分之一 那么,分母呢,是一加的形式 所以呢,这个分系数是负的0.19 啊,是负的0.19 那么,这个二阶基本结 啊,这块是二阶基本结 那么,它是这个这一 二阶原始,二阶原始它的系数 这块是一减去,这个系数是一 因此,这里系数是一 这里是减去负二分之一 因此,系数是负二分之一 那么,这个呢,是一加上负0.31 因此,这个系数是负0.31 这个呢,加上1.32 所以,系数1.32 啊,这样子 啊,两个 一阶基本结合 二阶基本结的G联 啊,这个是G联形结构 啊,那么 G联形结构 把这个HG部分分之分解 那么,我把它部分分之分解 啊,部分分之分解 完了以后 那么,分解成这种 啊,这是一个G0常数 那么,一减去 α1J的负二次方 那么,γ10 对吧 啊,γ1k 那么,这里呢 是一个 一减去 α1J的负二次方 减去 α2K乘上J的负二次方 然后呢,γ0 啊,0K 加上γ1K乘上J的负二次方 这种的形式 那么,然后 我得到定元型结构 那,xm 这个,最绝是16 啊,这个常数 那么,然后这块 一阶之分解 它的,一减去 四分之一 系数是四分之一 然后,这个分子 是八 在这个位置 啊,那么 这个二阶之分解 那么,一减去 啊,负一 啊,那么 一减一 啊,所以是 系数是一 那么,这里呢 减负二分之一 系数是负二分之一 那么,这里 γ01是负16 啊,γ1 是20 啊,这是一个 二阶之分 哦,这里Z的负一次方 没了 啊,这个Z的负一次方 丢掉了 Z的负一次方 Z的负一次方 哈,这个图 错的比较多 啊,这个地方 应该负的负一次方 这个地方负的负一次方 哈 那么,这也是 嗯 一个常数 一个一阶之分解 一个二阶之分解 的并联结构 啊,并联结构 那么,这是这个结构 那么,这一块 啊,我们从 呃,这个结构呢 从人们容易画出 就是,我们从这个 二阶之分解构 可以看出来 这个是延时 对吧 这个是延时单元 然后,这里是实现他的GDM 往前反馈 那么,这里呢 是他的,呃,这个 分子,对吧 分子是这 他的右边 那么,这个一般不会错 那么,画这个一阶之分解的时候呢 往往这个8呀 写到这里去就不对了 啊,写到这里都还可以 但是,写到这里是肯定不对了 对吧 因为他这个结呢 你可以把江邦尼 把这一块 就是把二阶基本解去掉 这个延时 对吧 这个延时 那么,就这块去掉 然后,这块去掉 那么,你是不是 呃,这个延时 完了,这个系数 对吧 但是,这个系数是在这里的 不可能跑到这里去的 对吧 那么,你可能这里 这个基本解 这里延时 这里反馈 那么,然后这里 是他的这个巴西 这个系数 好 那么,这个呢 是,呃 并远形结构 啊,这样子举一个例子 啊,这种四种结构呢 都描述了 啊,描述了描述 好 那么,这一奖呢 我们讲的 讲这些内容 啊,我们把这个 啊,这个绿波器的 这个基本结构呢 就介绍完了 hatten 就要来 这些简直说 把那个 感谢观看